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2年春 周总理在仁义与大家连环潘金莲剧照 本文摘字 史家胡同五十六毫 我亲历的仁义往事 梁炳坤主 金城出版社出版1961年4月底 仁义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明优之死》和潘金莲 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忍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 周总理一反常看 既没有上舞台看完演员 也没有发表意见 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 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 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 周总理 邓颖超又来看戏 并且邀请了田汉 欧阳雨前 西燕明 杨汉生和谭富英 马连良 求盛龙 小白玉霜出位戏曲界的朋友 看完戏以后 他把大家留下来 与剧院的领导 导演 演员们在首都剧场 在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 直至深夜 会上 周总理开门见山 没有知死是个好戏 可惜就是短了些 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 迪欣 田宠 方管德 你们先谈谈 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方管德想了想说 第一 张大夫迫害潘金莲的行为 台上没有表现 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 第二 潘金莲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 这总不是好事 很难让观众同情 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 周总理点点头 迪欣 你在台上不是反抗的挺激烈吗 说说你的想法 田冲 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开了枪 剧本是在三十多年前写的 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 妇女反对封建雅迫的思想 可今天在看这个戏 觉得有不足之处 若能做些修改 是否会更好 迪欣也开了枪 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事 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 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 杀死一个无辜者 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 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 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尹 焦菊尹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 没有什么新的看法 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 是武松还是潘金莲 始终没找到答案 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 现在看起来 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欧阳宇倩推了推眼镜 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 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 心中很悲愤 于是想写一个戏界以揭露当时的黑暗 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 这才写了潘金莲 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 周信芳演武松 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 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 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 在第三幕戏里 我把它处理成有些歇斯底里的尽头 因为他爱武松 然而武松不理解他 这才破事 他说出你也知道明珠暗头不如死 可知道男女都是一样 的话来 周信芳演武松 又另有他的想法 他同情武松 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 演到第三幕时 也是激昂慷慨 地下决心杀散报凶求 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 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 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 周总理仰着脸问 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 周杨宇倩挥了一下手 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周总理停了一下 摇着头 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周杨宇倩继续解释 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 不讲究主题思想 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 不断丰富补充的 由于武松是那样的激昂慷慨 发展到第四幕结尾的戏时 在众乡林见证之下 一边唱你爱我 我爱我的哥哥 一边把刀子刺入攀金连的胸膛的 我最初写的是戏曲笨子 在1927年南国社演出之后 就一直没有再演了 当时写这个戏 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 妇女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 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 揉力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 并没有替盘金连翻案的意思 当时也没有想把这个戏 作为保留剧目 更没有想到在解放以后 有北京人一上演这个戏 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 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 这个戏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的目光 一直没有离开欧阳于浅 这时轻声地说 你谈到当时写作的心情 这我是很能理解的 说道给潘金连 秦惠这样的人翻案 又谈何容易 武从在人们的印象中 是个打虎的英雄 《水浒传》中也记载了 他许多其他方面的事迹 很难扭转人们对他的看法 再说岳飞是一个爱国的忠臣 如果给秦惠翻案 那么把岳飞又摆到什么地位上去呢 尽管岳飞有许多封建的思想意识 这是我们今天的看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他能那样爱国 确实是了不起的 所以说 不是哪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都可以翻案的 翻案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吗 说到这里 他又仔细地看了看上未发言的同志 意思是一定要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意见 小白玉双心上去说 过去我演的评剧潘金连 有一个名场戏 交代出潘金连 是被迫杀死丈夫的 他如果不这样做 西门庆就逼他交出许多银子来 现在记不清楚了 还可以再查队一下原来的本子 书秀文可以生 武松杀嫂不能磕颂 潘金连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 他杀的是武大这样一个老实的农民 尽管武大长的仇 这只是生理上的缺陷 而他的心地还是好的 如果潘金连杀死的丈夫是像张大户 西门庆这样的人 就值得我们同情了 周董礼又看了看其他人 先向于是只打招呼 教师爷 谈谈你是什么看法 周董礼教于是 知教师爷 是因为他在明优之死 已扮演过教师爷的角色 于是之说 我看只要把张大户的压迫 再写得充分一些 这个戏还是可以演出的 参加做谈会的21位同志 除邓颖超以外 周董礼都请他们发表了意见 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 周董礼做了总结发言 周董礼说 那个时代写的剧本 带有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 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变化之中 当时自己的思想里 还存在许多糊涂观念 封建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都有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 重新看过去的旧作品时 要批判的接受 因为欧阳老是共产党员 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 就要求的严格 尽管潘金莲是1925年 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 我们也必须用今天的眼光 重新认识一下 为了切实贯彻好百花齐发 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使得每一朵花开放的更好 就必须对存在着的矛盾 与己解决 解决矛盾 才能向前跨进一步 我们的工作才会获得发展 所以 今天才邀大家来谈谈 潘金莲这个戏 张大户齐押潘金莲 他反抗 这是好的 值得同情 可是后来他就变了 他杀人了 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 是一个老实的农民 他和西门庆 慈同等行为是走向堕落 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 反过来说 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 出走了 或者自杀了 当然会使人同情 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 也就会得到解决了 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 如梁柱哀石 白蛇传里的柱英台和白鸟子 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 没有杜禄 茶花女 为什么能成为那本时代的进步作品呢 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 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 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 这就是他可贵的地方 曹宇写的雷雨 日出 都是通过鲁妈 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 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 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 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 书秀文提的意见很对 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 他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 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 老百姓对他的看法也就是那样 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他翻案 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 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 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 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 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 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 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戏 学习百花齐法 百家争鸣的方针呢 这个戏又怎么做到古为金融的呢 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 我们就必须把今天戏里 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 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 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 或者重新选另一个典型人物来写 总之 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 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 欧阳老写这个戏的时候 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 这条红线 这是很可贵的 是好的 然而由于当时也有一美主义思想的影响 必然导致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 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 加工的地方 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乌阳与倩越听越有些坐不住了 急忙表示 说得很对 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 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 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在演它 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 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 不一再做修改 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周总理赶快接了上去 别激动 老同志 欧阳与倩继续表示 这也是我今天应该做的工作 周总理再一次诚挚而又温和地说 你方才谈到的血和动机 我是完全理解的 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和 呼闹个时代气氛的 作为我这个后来者 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 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 今天你谈得很诚恳 我非常钦佩 最后他又说 好吧 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以后还可以继续座谈 不久 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 并准备请导演 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 这件事传到欧阳与倩那里 造成了一些紧张 周总理知道以后 立即指示 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 并派密说将他的意见 登门转告欧阳与倩 一不要做检讨 二不许剑报批评 三不要再开会 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 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当中 仁义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 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 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 对此 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 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 是啊 周总理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 那种诚挚 友好 尊重和体贴的态度 又怎样 我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